晚安你好 歡迎收看2100說新聞 我是李祖恆 現在讓你來看到是這起嚴重的意外 就是發生在這個印尼的足球聯賽發生了暴動 警方是施放了催淚瓦斯企圖要控場 結果超過4萬的球迷 幾項唯一的出入口 導致踩踏和缺氧 造成至少174人死亡 大批球迷發出怒吼 像潮水般衝進場中央 印尼東爪哇的足球賽 兩個世仇阿雷馬足球俱樂部和帕爾斯巴雅對戰 只是主場的阿雷馬20年來 首度輸給帕爾斯巴雅引爆球迷怒火 兩位員警為了阻止球迷打架不幸丧命 警方被迫使用催淚瓦斯控場 沒想到局勢急速惡化 因為現場充滿催淚瓦斯加上上萬球迷 拼命推擠造成不少人缺氧 當地媒體報導有34名觀眾在現場就失去生命跡象 還有不少人在送醫途中就死亡 印尼人這幾年越來越封足球 類似衝突已經不是第一次 像是2019年的世界盃會外賽 印尼主場遭馬來西亞2比3逆轉 就傳出印尼球迷攻擊馬來西亞球迷 這起球場衝突也驚動印尼總統佐科威 他下令印尼足球假期聯賽停賽一星期 還禁掉阿雷馬隊剩下的球技賽 要警方調查事故原因 給上百名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要帶您關注到的是俄污戰爭 俄污將持不下 俄羅斯近日才片面的宣布 有四個烏克蘭的州 併入了俄國的領土 雙方情勢升溫 但是現在可能會演變成核戰爭嗎 其實在之前俄羅斯總統普清就揚言 必要時候將會動用核武來保衛國家的領土 而近日在以色列的情報公司就說 他們發現到俄軍開始把可攜帶核武的轟炸機 是部署到了芬蘭的邊境 而烏克蘭軍隊在逼退俄軍收復東部重鎮利曼之後 俄羅斯的盟友比較鷹派的車臣 就要普清乾脆就直接動用核武吧 而事實上美國的軍備協會 他們也說俄羅斯其實是擁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庫 美方數據也顯示說俄羅斯在核彈的數量 比起美國是多出了超過500枚 也就是說不容小覷 而其實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局勢 越來越不利 所以這幾天的攻擊手段似乎也越來越兇殘 在接連兩天都傳出 有烏克蘭的平民車隊是遭受到攻擊 合計是造成超過50人死亡 被炸毀的汽車棄置在鄉間道路 擋風玻璃還留下彈孔 烏克蘭東北城鎮酷皮楊斯克 平民車隊逃亡路上慘遭轟炸 無時無刻提心吊膽 因此冒著生命危險 民眾還是趕著逃出國 儘管烏克蘭重新奪回這個區域 但居民連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 俄羅斯強硬並吞 烏克蘭四占領地 距離當地主要城鎮僅僅20公里 一線之隔的克拉莫托斯克市居民 被迫要與俄羅斯人當鄰居 克拉莫托斯克的烏克蘭人怒火中燒 因為2014年就曾辦過公投 被槍管抵著投票 加入盾內刺客親俄政權 最新烏克蘭重奪利曼 還要慢慢奪回更多領土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的戰事 其實沒能有重大進展 他的親信要挾可能動用核武 盟友也看在眼裡 車程領導人卡迪羅夫跟著放話 要普京考慮動用低當量核武 扭轉在烏克蘭的劣勢 TVB新闻 中不倒 好 誰是帶您關注 到底有沒有可能俄羅斯會來發動核戰爭呢 聯合國專家現在就釋出了警告 相關的內容交給記者 好 來看到的是就在日前俄羅斯宣稱 他們是併吞掉烏克蘭四個地方 包含的是烏東的盾內刺客 盧甘斯克還有東南部的紮波羅 這跟赫爾松 當時普京就放話說 如果俄羅斯的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 他就有可能會使用核武器 這指的就是如果這四個被吞併的地方 受到烏克蘭反攻打擊的話 那可能他就會視為是烏克蘭攻打 這個俄羅斯本土 而藉此來發動核打擊 所以就能看到是目前大家都在說的是 到底這個核武戰爭會不會真的爆發呢 我們看到目前可能的選項 第一個就是呢 可能會透過小型的戰術核武器 也就是這個伊斯坎德爾飛彈 或者是俄羅斯可能會偷偷的 運送出這個核導彈 但這部分也會有風險 可能會被西方國家發現來先發制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是目前俄羅斯 其實已經將他們的戰略或遠程的核彈 是部署在地面 以及這個轟炸機 甚至是潛艇上面了 但是這些現在都還是一個儲存的狀態 如果有更動的話一定會被發現 好為什麼來看到是因為現在俄羅斯呢 他們有多達47個的核儲存的場所 包含的是有12個國家級的 以及35個基地設施 但這些全部都在美國的情報跟衛星的監測之下 有辦法洞悉到俄羅斯的任何核打擊的準備動作 而且如果美方發現的話 就會昭告天下來施壓俄羅斯 事實上烏克蘭從9月發動的閃電反擊戰 現在他們說有心斬獲了 在周六宣布收復了烏東重鎮利曼 也被視為繼哈爾科夫之後的最大戰果 尤其這裡可以說是後勤補給的重要據點 用廣播向俄軍下達最後通牒 烏克蘭軍隊小心巡視每個軍營 確保沒有俄軍與黨藏匿 烏克蘭軍方宣布 他們已經成功收復烏東重鎮利曼 最新影片顯示烏軍在利曼的大街小巷 插上烏克蘭國旗 順勢抹去俄軍佔領痕跡 利曼是在今年5月落入俄軍手中 成為俄軍這幾個月來重要後勤根據地 但過去48小時 死守這裡的俄軍遭到烏軍團團包圍 俄軍聲稱他們邊撤退 還邊摧毀烏軍兩個旅 但這項戰果恐怕難以將功贖罪 利曼失守 無疑給剛宣布收歸烏東四周的普清 一記大耳光 因為他曾下令各佔領區的俄軍 必須死守到底 普清的命令讓前線俄軍陷入不撤退 就可能面臨包圍殲滅 進退兩難的俄軍 命運恐怕相當悲慘 如果你所有人都不解決了問題 跟其他人都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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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美國的戰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這場戰爭帶來影響 還有就是在能源議題上了 很多專家就認為 歐洲能源價格將會持續在高點 所以有很多的歐洲人 他們開始要自救 像是在德國就有人改燒柴取暖 比利時做餐廳的業者 是端出了冷菜全席 柔和燭光配上美味佳肴是一大享受 但每道端上桌的菜卻不是熱騰騰的 因為比利時這間高級餐廳業者 希望客人反思 目前歐洲能源危機有多緊急 比利時這間餐廳讓客人體驗沒有能源的未來 公虧一虧 上週北溪兩條管線不明爆炸造成氣體外洩 發言人現在表示 北溪二號已停止外洩 一號狀況仍不明 短期內恐怕難以恢復供應 加上俄羅斯天然氣可能暫停通過 烏克蘭和土耳其境內管道 將影響歐洲供應 天然氣價格短期難降 不過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還是老神在在 歐盟執委會主席公共 這 ciria 希臘與保夾利亞耗資74億台幣 打造的182公里 IGB天然氣管道 一號開始營運 參加典禮的范德萊恩也表示 這將讓歐洲有足夠天然氣過冬 IGB會再與另一條管道相連 再將亞賽拜然的天然氣輸送到歐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情緒緊張的 还有这边朝鲜半岛 10月开始北韩又发射了飞弹 尤其在一周就有4度 这频率之高也引起了关注 尤其是日本防卫省就说 北韩周六发射的这个飞弹 这飞行轨迹不规则 也恐怕会增加追踪难节的难度 一个星期四次 北韩周五周六接连发射飞弹 合同担保本部는 이를 북한이 평안순환 일대에서 동해상으로 발사한 단거리 탄도미사일 두 발을 포착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这是北韩今年第22次试射飞弹 而且发射频率有越来越密集的趋势 但周六的试射明显引起日韩紧张 原因是飞弹的轨迹很诡异 飞行轨迹多遍可能躲过雷达侦测 北韩的飞弹射来射去 日本表达严正抗议无法容忍 还接连四次紧急热线 美国北韩特使和南韩代表 当然南韩总统尹锡悦也看不下去 북한이 핵무기 사용을 기도한다면 한미 동맹과 우리 군의 결연하고 압도적인 대응에 직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周六刚好是南韩的建军日 임西越在纪念活动上除了 账责金正恩政权挑衅 也趁机教越南韩精锐的国防实力 另外南韩军队时隔五年 在独岛周围 西守日本自衛队和美国进行反潜演习 明显矛头就是对准北韩 北韩最近动作频频 只是官媒却一反常态 没有大声宣传 南韩专家认为 这是北韩式的战略模糊政策 为了就是向周边国家加强施压 TVBS新闻 中部早 算一算到目前为止 北韩已经是累计了22次的试射 近期更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到底这金正恩在盘算什么呢 我们要再请教运文 来看到是在昨天10月1号的时候 北韩又再度的试射了飞弹 这已经是这一周来 第四度的试射飞弹了 而且这次试射的飞弹 是这个具有变轨的飞弹 是比较难以让敌方来追踪打下来的 以及是有达到所谓的极音速等级 它的射程距离是达到了350公里 引起日本跟韩国都蛮紧张的 我们再看到这次已经算起来 是北韩在今年第22次的试射飞弹了 这个统计看得出来 今年射飞弹的频率 是比过去来的还要多的 那是为什么呢 就来看到是路透分析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是沃尔战战 以及美中的对立之下 现在北韩就趁机的来加速 他们的军武建造 来密集的试射飞弹 想把这个试射飞弹给常态化了 但是看到是平壤就变称说 他们是主张的军武研发 是要自我的防卫 以及要探索太空计划 认为联合国是在对北韩侵害主权 另一部分来看到中美关系 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大陆的步步紧逼 现在还打算要成立大战略委员会 这到底在做什么的呢 要再请教韵文 好这是关于到美国的战略布局的 我们先看到的是对中国的部分 现在跨党派的议员一共有多达15位 就是包含了是执政的民主党 以及在的共和党 还有五党级的参议员 他们组成一个团体 要寻求的是成立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委员会 现在他们说呢 希望可以寻求的是跨部会的来应对中国 指引华府在美中关系上的作为 就是希望形成一个政府一体的途径 希望可以达到所谓的来稳定这个国际秩序 以及负责提供可行的建议 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利益 现在预计呢 在十月份会展开辩论 那如果真的可以成立的话 代表是整个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也都会有所改变了 我们再看到是美国要防范俄罗斯的部分 现在传出的是呢 美国打算在德国 要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门 就是希望借此来提高对乌克兰援助的效率 那预计呢会有美军的将领 担任这个负责领导地位 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成立的话 代表是美国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 甚至整个欧洲的威胁是长期存在的 中国大陆正在展开 十一黄金周是有七天的长假 不过根据日媒的统计 他们却发现到 有超过1600个地区是被封控的 黄金周的旅游人气却是相当冷清 大陆的官方也预估光是公路旅游就减少了三成 跳望上海黄浦江 中国大陆十一黄金周开跑 但官方呼吁就地过节 尽量别跨省游 更别说出国了 上海人只好在居住的城市当起观光客 但是不少外地的打工人还是有返乡需求 上海的虹桥车站旅客都挤在出入口 必须一个个出示手机验码 检查48小时内的PCR音信证明 否则不能进站 而且还要注意目的地的防疫要求 过了十一还有十月十六号 中共二十大北京更加严格管控进出 在北京的大型机场首都机场 虽然整天节日布置 但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晰 没多少旅客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大陆在九月三十号增列1619个中高风险区 必须封控七天 假期等于泡汤 因此定防网指出空房搜寻下滑百分之三十 以及中国航班数据公司指出 预估搭机旅客比去年减少百分之十六 每天航班数减少百分之二十 还有北京官方预估公路旅游人数也下跌百分之三十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九百七十万人次 开行旅客列车八千七百三十三列 还是回不去过往的黄金州 首日铁路旅客就能超过一千五百万人容紧 中国大陆的核酸清零政策 让黄金州的旅游含金量跟着下滑 TV新闻综合报道 这样严格的风控也连带企业营运受到打击 再加上还碰上百年来最严峻的干旱 极端气候甚至是导致缺电 短期内这经济的前景难以乐观 好几台怪手忙着施工 要开挖一口直径五米深度八米的地下水井 不只中国大陆河南省严重干旱近两个月 从河南江苏安徽四川广西到广东 同样连续高温五雨 导致作物欠收重创农村经济 全省的干旱中旱以上的面积吧 达到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然后就是因为它从目前我们的数据分析来看 它降水是全省偏少了八成以上 然后整个的高温日暑平均气温 这个五宇日暑都创了新高 今年中国大陆可说天灾人祸不断 极端气候造成缺水缺电 另外为了防堵新冠疫情 官方严厉封城 对经济的威胁更胜于通膨 亚洲开发银行把中国大陆今年GDP 从百分之五下修到百分之三点三 外资高盛野村更悲观 估值下探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点八 高盛认为必须等农历年旅游旺季 与明年三月全国两会结束 精灵手段才可能有所松动 他们居然还把楼下的那种小区的门 都把它锁起来 不让你出去 所以当时候大家就很恐慌 因为买不到东西 而且像我邻居家里有小孩 那真的是恐慌到极点 因为他连奶粉都买不到 所以那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地方 已经不是说能不能出去了 而是连生活基本的吃东西都成问题了 回想起被关在家的两个月 台上王小姐余气有存 他不会言 风控带来的不确定性 势必影响外商投资意愿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指出 将近四分之一商会成员 考虑把现有或计划中的投资 撤出中国大陆 比例创十年来新高 随着中共二十大脚步逼近 包括成都 深圳 广州 大连等地 仍在强化风控 让外资心惊胆跳 其实我相信上海 上海这段方面应该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已经不会像以前这么的严格 来要求大家一定要静默 或一定要说只要有移力 全程都不只动 已经没有这个样子了 因为的确已经造成了一些让外国人 不想待在上海的感觉出现了 目前对全国的城市受到风控影响 占GDP都还有15%的比重 四五月份其实零售销售呈现负增长 虽然八月我们看到零售销售的年增率 回到5.4% 但是整个复苏还是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有鉴于中国大陆经济坏消息接二连三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再度推出新一波维稳政策 加码3000亿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1.32兆 投资基础建设 其中支撑房市是重中之重 稳增长的一些经济措施 那也有涵盖在房地产 那是有出台的一个状况 中央或国家级别的房地产基金 这些会提供一些住房 还有信贷这些的需求 所以这些我觉得 接下来对房地产这边 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支持 地方债问题终于爆发了 那所以他目前只能够 比较依赖这个货币政策 宽送政策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依赖货币宽送的风险又很高 可能这种通膨的压力 会进一步拖垮 它脆弱的经济现况 专家指出 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 外加房地产泡沫 也连带冲击 内需消费力道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前景不容乐观 PVB新闻罗氏鹏 但元丽台北报导 接下来镜头要看到国内 公费流感在昨天开打了 可是诊所观察 这施打状况似乎是不太踊跃 还是呼吁要尽速接种 因为根据疾管署的分析 在近四周流感在社区的监测 是有升温的趋势 第一步先问有没有新冠快筛 但秋季到来还有另一个要考量 也就是流感 第一线诊所医生最有感 今年的流感剂提早到来 今年七月的时候 你假如说一个病患过来的话 我们发现它是发烧 然后好像不舒服 然后我们刚才讲 你可能是新冠 就要测七成以上都是 但到九月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重的比例很明显的降低 流行性感冒真的是 今年不仅有而且是提早 那像去年前年几乎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公费流感疫苗十月一号开打 不过诊所观察 可能前两天碰上假日施打人潮不如预期 人不断呼吁尽速接种 因为从数据看得更清楚 节管署分析通报数近四周在社区监测 发现流感有升温趋势 而且还比前两年要来得多 威胁将持续往上提升 流感反扑似乎到来了 但困难点就在于流感 新冠一般感冒症状很难区别 一般的感冒病毒 就是说我们的鼻病毒的话 那因为都是大概上呼吸道 所以说你要引起你的呼吸困难 也还蛮不太可能的 新冠肺炎跟流感发烧几率都非常高 而且常伴随喉咙痛疲劳跟倦怠感 而感染新冠病毒若较严重 更常见呼吸急促症状 相对于更轻微的一般感冒 不太会发烧 往往伴随喉咙痛鼻塞流鼻涕 其实初期症状大同小异 连诊所医师都说难以直接判定 只能靠快筛 流感新冠病毒双威胁下 疫苗防疫工作 看来还是不能松懈 提供新闻众理伦仲仲宣台北报道 流感疫情全球欲动 很多人也很担心 因为过去两年 大家其实是紧戴着口罩 没有造成大流行 但现在就担心 万一也解封就得留意 过去两年多来 由于台湾实施非常严格的边境管控 以及非常务实的防疫政策 以至于每年应该有的流感疫情 几乎销声匿迹 这样的情况会造成 越来越明显的免疫负载的情况 因为人类在自然的环境当中 会受到这些病毒的感染 我们的免疫系统自然而然 会产生一定的保护能力 以及产生群体的防疫效应 一旦我们长久没有接触到这些病毒 我们对于这些病毒的记忆 几乎会变成是零 尤其是目前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特别的明显 所以一旦如果我们接受到 这样子病毒的感染的话 通常症状会变得更为严重 而且更容易造成 所谓的大规模的感染 医师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今年位在南半球的澳洲 从四月份到九月份为止 流感的确诊病例 是过去五年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这对位在北半球 即将面临流感季节到来的台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有可能会面临 今年流感疫情大反扑 澳洲这波流行 人数比过去几年都增加许多 也比以前达到了流感高峰的月份 提早了一到两个月的发生 由澳洲的统计 发生的是A型流感 也特别提到了儿童及青少年 是高风险的族群 根据台湾机关署的资料 九月起就有流感年新病例发生 而且有渐渐增加的趋势 多数也都是A型 这也都比前几年较早出现 民众就应该提高警觉 已经两年多了 这个流感没有大流行 我们那个抗体可能也 相对的比较少了 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 一定要打流感疫苗 A型流感它的感染力比较强 正是容易造成大规模 感染的一个主因 另外在往年 大概11月开始 才陆陆续续会有流感病例的确定 但是今年提早了两个月 台湾已经有流感疫情的发生 基于以上这些现象 我们都不得不预防 今年有可能台湾会面临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流感疫情的爆发 台湾10月开放边境实施 零加期防疫政策 相关的防疫措施也将逐渐的松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预期将会面临 除了原本的新冠疫情之外 来势汹汹的流感疫情 双重风暴的夹击 必须要特别注意 另外10月1号开始正式施打流感疫苗 面对即将可能来到的流感季节 也不需要太焦虑 因为流感已经有发展成熟的疫苗 而且有足够的供应量 及早施打及早保护 再者流感也有药物可治疗 如果不幸得到在生病初期 及早用药也可以减少一些不适的症状 基本上流感跟现在的新冠肺炎一样 通通都是呼吸到了飞沫传染病 过去两年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呼吁说 尽管我们现在因为口罩戴得很好 流感可能相对传播的风险会比较低 可是随着我们逐渐要解封 大家现在社交活动聚餐等等 可能都还是会越来越多 我们增加人跟人接触的机会的状态下 其实流感还是有可能会传播的 其实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农历春节 大概都是我们历年来的流感的旺季 那不过这两年因为我们台湾在社交距离 还有戴口罩还有干洗手的部分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过去一两年 我们的确在看到流感的案例 或者重症的案例有比较少 不过大自然直接变化 其实有时候很难预期 目前台湾已经有流感疫情发生 医师提醒不得不预防感染 流感疫苗势必要接种 TVBS新闻张震安 萧运强蒋志伟台北采访报导 想要进生有可一族吗 这看起来难度还是在的 主要是因为在大环境的 利空因素假杀之下 可以看到台湾的房价 是没有明显的下跌 就连内政部公告的第二季住宅价格 还涨破了历史新高 观察六都房市 比较今年和去年八月的 乘屋销售状况 在成交量方面是全部都减缩的 但是价格则是全部上涨 以台南涨最多涨幅达到27% 根据台南不动产估价市公会 统计时价登陆的资料来看 今年八月六都城屋成交量 只剩307件 比起去年八月的8164件 落差超过26倍 而每平均价从27.14万 涨到31.44万元 等于是量缩价涨 因为成交量比较少 所以因为价格没有揭露 未来房价大趋势 应该至少在一年以内 应该还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 专家分析成交量大减 让该跌的房市有支撑 甚至是小涨的假象 因此从内政部发布的 今年第二季 全国住宅价格指数为123.97 虽然计增2.44% 年增10.27% 全国和六都都在创新高 但主要是部分区域 有题材性拉抬价格 因此深袭通膨疫情 打炒房等因素 才没在第二季房市 造成太大影响 接下来在整体经济走入 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状况来说的话 不动产市场 其实并没有办法 这么样的乐观 毕竟央行接连升息 加重民众房贷负担 第二季全国房贷负担率 39.62% 比今年第一季增加1.27% 比去年第二季多了3.35% 再看看房价所得比 也就是买房痛苦指数 全台是9.69倍 其中北市16.17倍 新北12.82倍 台中11.14倍 想买房得不吃不喝11年 而其他县市则落在7到9年 都不轻松 但到底利空如何冲击房市 可能要等下半年数据出炉才更准确 这一差就差了65.2个百分点 平均一天都有上到12个小时 一个人兼好几份工 才能在寸土寸间的大台北地区生存 张小姐从毕业以来 一直就是兼猜足 至少有两份工作再生 最高纪录曾经兼过四份猜 工时长达18小时 拼出月薪8万多的薪水 用劳力时间换取金钱 也存到人生第一桶金 今天最多的时候就是 白天正职工作下班了之后到 一般诊所去打工 然后早上凌晨会去宅配的公司上班 对然后假日还会到餐厅去当服务生 张小姐为了增加收入 日夜工作 前几年还有打算买房 甚至存到了头期款 但房价越来越高 通膨影响 钱也越来越薄 现在婚后真的不敢想买房 就怕后续的房贷压力 压得喘不过起来 今天那么多工作也是想 曾经有想过要买房子 对 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贵了 对 然后一般上班族的收入 是不太可能买的 尤其疫情之后越涨越凶 真的看得很吓人 房价高涨 买不起房 辛穷族增多 主计总处2021年 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 近十年各县市的所得 与房价涨幅差距大增 二十县市当中 南投县2021年 可以支配的所得为83.6万元 只比2012年小增0.5% 但十年来购物总价 却从505.8万元 标升到837.9万元 涨幅达到65.7% 所得涨幅跟房价涨幅 相差65.2个百分点 差距位居全台之冠 房价最贵的台北市 所得房价落差反而少 近十年来两者的涨幅 只相差3.8% 是全台差距最小的县市 而这些淡白县市呢 在产业结构上面 仍然是以这一个 基层劳务导向的比重 还是相对大一些的 比方说像是观光业 农民 榆木业 又或者一些基层服务业 而这些产业呢 它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有限 摊开细微数据观察 数得涨幅跟房价涨幅落差 比较大的前五名 依序排名是南投县 嘉义县 宜兰县 澎湖县 还有彰化县 专家分析 这些县市清色为蛋白县市 原因在于都会区人口饱和 房价较高 民众选择前往交通路程 一小时的县市 改以通勤来取代 连带让这些县市 房价上涨 之所以双北地区所得涨幅跟房价涨幅不大 台南高雄房价逐渐提升 未来若没有办法提升薪水 或者兼差赚钱 一盘上班族想买房 压力会越来越高 从过去的统计数字来看的话 青年就业的不利的环境在于说 事实上他们可能在工作经验上 或者其他的部分 可能没有办法跟目前就业市场来做衔接 所以这几年我们温和的提高了我们最低工资 我们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薪资政策上面有更有魄力的做法 辛穷增加房价上扬 差距幅度越来越大 老百姓只能任劳任怨 兼差工作拼薪水 劳入命人生恐怕还得继续下去 TBA新闻徐官 蓝月明台北财报报导 摆脱疫情的阴影 今年的F1新加坡大奖赛 吸引了开班以来最多的观赛人潮 同时也是筹备最赶的一次 F1新加坡大奖赛的排位赛 经过三节冲刺后 法拉利车队的Luglade拿下岗位 原本有机会拼最快单圈的Vestavan 因为油料不足变成第八名 刺激比赛也让观众更期待周日决战 今年F1新加坡大奖赛 预计吸引2008年开办以来最多观赛人潮 新加坡政府也宣布 要成为史上最环保的一届赛事 除了开设更多大众运输交通到赛场 还提供补水战 鼓励民众自带环保杯 另外因为新加坡大奖赛是全球第一个夜间F1赛事 灯光效果也很重要 新加坡媒体直集赛前几个月 新加坡滨海湾化身为F1赛场过程 周边有约1600盏灯照亮赛道 并架设超过220公里电缆 尤其今年准备时间还是最短一次 这季赛事也动员约3万人筹备 组织与承包商也希望以往丰富经验 能让今年观众体验到最棒F1赛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气候变迁影响全球 格陵兰冰盖如果未来全数融化 海平面将会上升7点多公尺 到时候台湾也会深受冲击 龙冰问题因为暖化最直接 威胁就是海平面上升 最担心就是格陵兰的龙冰 在2005年至2007年左右 格陵兰开始有显著龙冰现象 引起很多的科学上的讨论 格陵兰北部日前出现异常温暖的天气 加速溶冰不仅西北岸出现草地 冰山也可见一处处的水坑 光是在上个月7月15号至17号 格陵兰每天就有60亿吨的冰块融化 可填满720万个奥运泳池 或足以让1.7个台湾淹水30公分 今年夏天北半球饱受高温所苦 从亚洲欧洲到美洲都出现了热浪伤人 甚至森林大火事件 同属北半球的格陵兰也出现了罕见的 摄氏16度高温以及大量的冗冰 农兵阻碍了我们叫温元循环 造成冰河再现 所以这个农兵问题一直都是个热门议题 最近又发现它农得更快 不过我们还不太清楚 它这个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我们知道在过去 它一直都有我们讲说浮泻的现象 就是在那边缘上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洞 那水一直流进去 那不是要流到哪边去 但是水就是冰就一直一直减少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开始之前 格陵兰新北部冰盖区 高于摄氏0度的温度 从1980年代起 格陵兰气温每10年上升摄氏0.9度 为全球暖化速度4倍 海水会上升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格陵兰岛跟南极的 冰的溶解的速度 今年我们在格陵兰岛上观测到 它的温度是16度C 这比正常的值要多出了5.6度C 这种年日的高温也加速了冰的溶解 格陵兰它的边缘高度其实是不低 平均2000多公尺 那所以上面事实上它的冰层上面气温是很低 那所以通常是在盛夏的时候偶尔溶一些冰 那因为全球暖化 那格陵兰最近几年是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高温 那温度偏高当然冰就会溶解 那去年格陵兰还下过大雨 应该是今年年初还下了一阵大雨 那边我们刚刚讲说它是高 所以之前都是下雪 那这个下雨而且是蛮大雨 这个在那边也是很少见 那个这个大雨应该也是破纪录的 这个都会造成溶冰加速 科学家认为格陵兰温度攀升至华氏约60度 比往年同期高10度 再加上异常温暖天气加速溶冰 迹象显示格陵兰冰层正在改变 我们在讲溶冰都是必须在陆地上的冰 溶解之后才会造成海平面上升 那最大的冰事实上就是南极 那第二的就是在格陵兰 这个两个架起来大概就占了 能够让海平面上升这种冰的99%左右了 那几乎就是这两个就是全部 那格陵兰这本身如果全部溶解的话 预估它会让海平面上升7公尺 小岛国家被淹没 你如果是涨到7公尺 很多很多小岛都不见掉 随着暖化当海冰融化进入海洋 至少有7成的热量会被海水吸收 造成地球均温加速上升 若格陵兰全面冰融将使全球海平面上升 低洼地区被淹没 气候难民将会加速倍增 TVBS新闻 萧英强 连玉敏 蒋志伟 采访报道 同样是气候片铅影响 青鱼和竹甲鱼的产量是年年减少 最初鱼刺后再放到锅里见到金黄色泽 这道干煎青鱼几乎是老套弊点 而最精华的鱼生切片做生鱼片 新鲜现捞将海鲜鲜甜完整呈现 而这一桌幼州有鱼头米粉的全鱼宴 不浪费任何鱼货食材 以青鱼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提倡的 就是食鱼文化 全鱼料理 然后我们会把鱼头 鱼生都会做处理 鱼骨都会拿来做食用 就是以不浪费 然后为了现在产量越来越少 所以说我们就会把整条鱼拿来做料理这样子 苏澳鱼港附近的海鲜餐厅 从海钓现捞批货 才能端上美味青鱼料理 但就算需求数量不算多 但也能明显感受到 青鱼的鱼货量 已经在年年递减当中 现在六月是青鱼的禁鱼期 现在青鱼的产量减少 很多渔民其实都认为 这跟禁鱼捕捞的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 春分的时候 一直到清明节这个时间 正是它的下轮季节 所以每年二三月的时候 那个青鱼会大量的竞举在我们的南方 这附近一带 但是人类也利用这一点就 拼命的去捕捞 产卵季节你没有去管制 那个卵都放不下来 你说它后代怎么办 所以总数量跟这个 我想有一些关系 以青鱼来说 产卵季节在二月三月 不过这段时间并不是近于期 担心可能会因此 让产卵量下降 影响鱼类数量 而扣除人为因素 还有可能因为气候变迁 导致海洋温度升高 影响整个鱼群的生存环境 渔网里满满的渔获 这是前一年捕鱼期的捕捞画面 但这样的量恐怕只会越来越少 尤其轻鱼适合在较冷的海水中 一旦气候温度变高 海温也会升高 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渔业 像今年到现在 它的产量就比去年就好像少 今年的船卸的好像都不多 进港都是一部车两部车 八重渔港曾经一天的时候 曾经卸过一天 有110部轻鱼的车出去 所以要超过50部 今年来要超过50部的话 寥寥可数真的不多 而且可能某一段时间 以前某一段时间的过渔 过度捕捞 它变成小渔化了 今年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 那这个海游有点异常 这个黑草冬圈又小 它这个 这个也特别靠岸的这种情形 就是这个海温啊 在这个近 近30年 这个在我们的海域 慢慢上升 大概 给它大概0.7里面 慢慢上升 其实对于这种 属于这个海温水气 这种温宠 就是它的这个生存 是在黑草内产 这些温宠 这些温宠其实 都会是比较 清雨和竹甲鱼 是我们近海最重要的渔业 每年产量可以达到8万公顿 但如今量变少了 不仅靠海生活的渔民们升级 受到影响 海洋生态遭破坏 环环相扣 你我都无法置身事外 TVB的新文化政策 刘军基隆一栏 采访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